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与社会议题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到底是哪五本书吧 今天每日商业的报道来源 就是来自2019年12月26号 刊登在科技媒体inside 冬天想读发人深省的书 请参考比尔盖茨2019圣诞推荐书单 第一本书 这些真相美国的历史 比尔盖茨认为这本书是作者所著作里面 有关美国历史当中最直白的一本 同时也是最精美的一本书 仅用了八百页 就把美国所有矛盾 讽刺的一面完整的表达出来 但这本书 单刀子录认为美国虽号称自由民主 但他建国的事实一开始就十分矛盾 因为建立在非洲奴隶制 征服美洲原住民等血淋淋的过程 比尔盖茨虽然并没有同意这本书的部分内容 但他认为这本书足以提醒人们 美国历史的真相 远超乎在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 并且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并得以反省 这本书目前没有繁体中文 所以如果听众观众想要深入了解 可以参考徐卓云对这本书的读后感 佐是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懂佐的佐 那第二本书叫做增长 从微生物到大城市 地球有多脆弱 人类又该怎么样从经济成长 与环境保护中获得平衡 这本书用严谨却又宏观的量化角度 解释了地球与人类历史 是如何按照一定的成长曲线走到了今天 作者用数理曲线告诉图者 不管是人类本身的大脑容量 还是钢铁制造成本 发电厂的功率 甚至到我们现在智慧型手机的自散率 这些事情都有成长的极限 所有事情的成长曲线 接近到最大之后都会开始放缓其成长率 不过作者本身也一再提醒跟强调 虽然当今人类的社会 经济发展无法永远保持成长 但他同时也告诫 不要根据过去的数学曲线 对未来做出具体的预测哦 第三本 准备 孩子们过上充实的生活 需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样的教育 如果你不照传统的教育模式 你会怎么样从头开始设计一所新学校 美国有名的个人化学校 萨米特公立学校 用15年的时光回答了这个问题 而本书就是这学校的创办人 一路走来的甜点滴滴 萨米特公立学校的教育宗旨 虽然简单 但却也远大 总指是 不仅要让孩子获得教育进入大学 还要教他们如何过好生活 为此他用三个关键理念来办学 一自所学习 二专题是学习 三深入性指导 但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这不是一本怎么样办学的教条式的教学指南 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都是 创办人一路走来的故事 包含他怎么样度过充满绝居的童年 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中拉扯 甚至把养育自己小孩的点点滴滴 也分享出来 第四本书 天下文化有出版繁体中文本 书名叫做 为什么要睡觉 睡出健康与学习力 梦出创意的新科学 你知道睡觉对你有多重要吗? 睡眠不足到底会对你的创造力 记忆力 身体与心理健康 产生哪些不良影响吗? 作者甚至说 缺乏睡眠成为全球的流行病 对此毕盖茨有切身之痛 他说 早期在微软公司刚成立之时 常常为了赶健熬夜工作 甚至有过两天不眠不休的记录 我为此着迷于咖啡因和肾上腺素 但看完这本书后 毕业盖茨才发现 睡眠不足甚至对一个国家影响有多大 最后一本书 第五本是一本小说 叫做美国婚姻 这本小说也曾被欧普拉读书俱乐部 列为2018年年度的选书 并入围过美国国家图书奖 他叙述一对年轻的黑人夫妻 正当准备走入稳定的生活时 先生却被莫须有的强奸罪 遭到12年的冤狱自灾 虽说是冤狱 但书中不只叙述监狱的系统 如何重极原本的人际关系 同时也深入探讨 美国非裔所面临种族社会阶层的问题 比尔盖茨会推荐这本书 是因为他跟伴侣 Melinda有一次参访监狱 那时跟不少的受刑人讨论如何重返社会 尽管绝大多数人希望赶快离开 但也有不少人表示被关多年以后 很害怕自己无法重新再次的进入到社会当中 这让比尔盖茨很想跟大家推荐这本小说 纵使这本小说非常的现实 也非常的残酷 对双方的婚姻都是折磨 但他还是放在五本他想要推荐给大家的重书的当中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读完了Bill Gates的书单 你想要从哪一本书开始呢 但我觉得不管是读哪一本书 只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都是最好的开始 所以就让我们今年的农历假期就像你现在开始一样 你愿意收听收看每日商业就是最好的开始 所以鼓励你在今年的农历假期不断的听我们的每日商业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